转换一下心情 儿童节前夕今天在高温市的鸟松国小 也有相当热闹的庆祝活动 原来是去年儿童节 校方特地邀请市长陈菊来参加 但是因为市长公务繁忙 没能出席 而今年陈菊是特地排出时间 到鸟松国小和学生同乐 没想到校方也特地找了一位小朋友来扮演花妈 大小花妈相见 场面格外轻松有趣 庆祝儿童节来临 周四上午的鸟松国小校园 气氛格外的嗨 只是玩一个传球游戏 大伙情绪就很高昂 更不用说还有小小朋友表演的长拳 有模有样也很吸睛 不过最受欢迎的 恐怕还是小朋友期待了一整年的贵宾 市长陈菊的来临 去年我们很多小朋友 有告诉校长 告诉我们的老师 也让我们的教育局长 了解说他们很期待 花妈市长能够到学校 跟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儿童节 原来去年校方就曾经邀请市长 来参加儿童节活动 但是因为城区公务繁忙 没能出席 今年得知市长会清零庆祝儿童节 校方也安排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大小花妈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赶快忍道一下握手一下 得到市长的真传 未来的市长就是你 有小朋友扮演的花妈模样超级逗趣 大小花妈同居一堂 身高差不多 年纪却差很多 而接下来学院卡中被市长抽中 得引议员心中梦想 和市长一起玩自拍的同学 更是羡煞台下所有的人 而小朋友所许的愿望中 还有人希望和教育局长 心灰叔叔一起玩跳升 这个愿望也实现了 原来是大小朋友身高差太多 这个团体跳升实在不好跳 不过表现好不好不重要 重点是大小朋友在这一刻都很开心 那就值得了 港度新闻许富天夏秋卒开访报导